另外呢 如果电池没电了 大家都知道要拿去回收 不可以随便乱丢 不过呢 环保局发现 这些回收的这些电池呢 其实有三成还是有电的 可以继续用在遥控器 或是闹钟这种小型电器上面 那环保局现在正在推动 这个电力再利用计划 也就是说 只要拿旧电池去回收 就可以换到一颗高电量 等于是全新的电池 这很多电池可以帮我看也没有电 谢谢你 麻烦你了 谢谢 红色代表没电 绿色则是电力满哥 民众常常搞不清楚 到底电池还有没有电 该不该拿去回收 我是拿了一百多个 然后里面三四十个还有电 我觉得很讶异 有的还满哥的 我说 哇 天哪 环保局实际测试发现 回收来的6807颗电池 就有2084颗 仍然有高电量 比例占30.6% 681颗还有低能量 可以用在遥控器或是闹钟等 小型家电使用 大约六成的则是完全没电了 必须拿来回收 而回收过后的电池 经过处理程序 可以生成四种再生料 其中有56%到60%的二氧化猛 20%的铁 12%到15%的鑫 还有8%到10%的塑胶 回收率从18%慢慢的跃升 到目前的40%到50% 为什么叫前狗手上 是我们叫回收能源 因为这个是一个化学能 转换成电能 是非常珍贵的能源 环保意识抬头 当大家都在关注反核议题 其实只要多留意生活上的小细节 随手做环保 让电池重生再利用 就能达到坚能减碳的效果 有点TV引得月阳青台北报道